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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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 在令治商场里面有五个星期六日 在五个商场里面我们帮市民做个身体检查 是完全免费的 帮他们主要看血压 度下血糖 度下血脂 和体重指标有没有过量 我们找到很多隐形的病人 包括我们找到3成6的病人是超重的 有5成到7成半的病人要么有血压高 要么血脂高 要么血糖高 我们接下来推算香港大概有100名的隐形神病患者 如果我们及早知道的话 及早医疗当然可以帮助他们搞定病 首先讲到糖尿先 因为糖尿基本上影响整身的血管 所以也搞到我们肾脂的微丝血管受损害 从而引发到蛋白疗甚至衰竭 血压高来说 因为基本上我们的肾是靠血压来供应的养尿比例 但如果血压波动得太紧要的时候 那些压力就会进入我们的肾小球里面 而破坏了血管 从而引到肾的问题 我们想强调一样 初期的肾病大部分没有病征的 所以我们希望病人 就要定期去做身体检查 其实很简单的 验一下小便 验一下有没有蛋白在这里 还有验一下血 看血里面的肌酸肝高不高 其实两样东西 都要知道我们肾小球有没有受损 肾功能有没有受损 但当然了 去到肾小球受损 肾功能受损已经比较后一步了 所以我们希望病友 或者普通的市民 定期查一下血压 定期查一下血糖血脂 还有帮助体重 其实这些是相当简单的东西 自己家里如果有个血压计 或者去诊所验一下血 其实已经知道什么事